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负重伤的丽家 在吉祥天光流的治愈下 丽家勉强能够站起 与吉祥天一同赶往天空殿 在一平这边 他与阿凯展开了宿命的对决 虽然一平将阿凯的剑打飞 而阿凯却用意念控制剑将一平的首刺伤 并接着将一平一剑看到 就在此时 天空界越来越接近崩溃的边缘 在天空界居民们躲避的洞穴内 绝望的情绪在蔓延着 廉家的姐姐沙地挺身站出鼓励众人 她说巴不仲正在为了天空界而战 天空界一定会被拯救 就这样 在沙地的带领下 天空界的人们送出了他们对巴不仲的祷告 这祷告声也传到了倒在地上的一平 受到鼓舞的一平站起身来 面对向他砍来的阿凯 打出一拳将他击飞 而这拳也让一平本已受伤的手伤势更加严重 被激怒的阿凯将手中的剑扔出 刺穿了一平的身体 随后他念动真言 用黑光流制造出一把光剑 就在他要用这把光剑劈向一平时 丽家赶到用神甲机将阿凯撞开 然而阿凯马上用剑将丽家的神甲机劈开 而此时丽家已没有力气与阿凯作战了 吉祥天挡在一平面前 也被阿凯无情地砍伤 而此时阿凯也感到了天空剑众人的祷告 但他念动真言 驱散了这些祷告 就在他要砍向面前的吉祥天使 一个声音传来让他助手 当阿凯回头看去时 发现正是一平 此时的一平已将刺穿自己身体的剑拔了出来 他对阿凯说 让这一切结束吧 说吧 两人进行了最后的对决 这两位昔日的好友 在向对方冲锋之时 往事一幕幕地掠过一平的脑海 而此时的阿凯是否也会想到这些呢 最终两人都将剑刺穿了对方的身体 而当阿凯还想继续攻击一平时 一平对阿凯打出了最后一击 这一击彻底击败了阿凯 但即使即将死去 阿凯的脸依然争鸣苦苦 随着阿凯身体的消失不见 一平身上被刺濡的光剑也消失了 这时被石化的惠明大师的身体发出了光芒 他终于从石化状态恢复了过来 而随着惠明大师的归来 天空界也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接着他念动真言 不但治愈了一平吉祥天和丽家身上的伤 而且将以牺牲的其他几位挖不中 高野阿达连家 乔家与两马全部复活 二叔 惠明大师怎么没复活他的两个护法 摩尤利和萨拉斯呢 这只能解释为动画色定 只有把不中才能被复活吧 要么就是贬具忘了 一平问惠明大师 为何没有见到阿凯被复活 惠明大师告诉他 那是因为阿凯并不是在自己的力量下复活的 而是由阿修罗神军首领 破坏神师婆的力量所复活 而现在阿修罗神经一万年间的封印即将解开 新的危机正在向天空界 步步逼近 这里要说一下 二叔小时候看的国语版 阿修罗神军被翻译成阿拉神军 破坏神师婆被翻译成阿拉 而且既然剧情到了这里 二叔简单介绍一下印度神话中的这几位神 古印度神话首先是费陀时期 天界之主为因陀罗 汉裔帝是天 之后进入了婆罗门时期 主要信奉三大主神 第一位是创造神凡天 后面的剧情会有这位神的戏份 第二位是保护神匹师奴 也就是剧中的惠明大师 第三位是破坏神师婆 因陀罗降为次要神明 凡天负责在每一轮回意识时创造世界 师婆负责在每一轮回结束时毁灭世界 匹师奴则保护和维持着他的秩序 其实三大主神并无正邪之分 但在天空战记中 因情节需要 凡天和匹师奴代表正义 师婆则属邪恶一方 而且剧情到这里 也就是动画的第25集 实际就是天空战记第一季的完结 后面的剧情就是第二季的内容了 据说第二季的部分制作 外包给了其他公司 所以有些地方的作画不如第一季 第二季的片头片尾曲 二叔会放在这期视频结尾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二季的剧情 虽然已经知道阿修罗神军即将到来 但即使是惠名大师 也无法找到阿修罗神军 异动弓的踪迹 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这一天巴不众几人 正在与惠名大师讨论异动弓的事情 突然间 天空殿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这正是异动弓的出现所导致 而且异动弓竟然在天空树的正下方出现 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且异动弓的出现 也引发了天空界的地震与洪水 惠名大师念动箴言 将许多受灾的天空界居民传送到天空殿 异平和其他几位巴不众 也加入了救助灾民们的队伍 而随着异动弓的浮现 眼看天空树就要崩塌 而处于天空树点端的天空殿也岌岌可危 在这危急时刻 惠名大师念动箴言 将天空殿移动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此时的异动弓也终于完全地出现在天空界 身处异动弓的师婆 命令手下匹杰罗 将异动弓内的阿修罗神军魔神将放出 发动对天空界的攻击 异平等巴不众也全部出击迎敌 惠名大师则继续施法 传送天空界百姓到天空殿 就在异平等人 被阿修罗军的魔神将团团包围之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团耀眼的光芒 让交战双方都停下了手 在光芒中出现了一尊巨大的佛像 而这时惠名大师通过意念 让异平众人尽快回到天空殿 异平等人回去后 惠名大师告诉他们 空中出现的那个佛像 就是传说中的虚弥山 他猜测这座山出现的原因 应该是异平等人出现 和天空树的崩塌导致 他让巴不众尽快去虚弥山 取得山顶的凡天神甲咒 只有这样才能击败阿修罗神军 一万年前正是创造神凡天 穿上那件神甲咒 惠名大师才能够与凡天一起 将阿修罗神军封印在异平等人 凡天神甲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而且这件神甲咒 必须由注定的凡天继生者穿上 才能发挥出英勒的力量 而那个人就是一平 此时在一洞宫 势坡将复活的阿凯招之面前 他让阿凯去虚弥山 赶在一平前将凡天神甲拿到手 同时他还派出十二罗地中的四人 与阿凯一同前往协助他 此时在一平等人这边 惠名大师告诉众人 现在阿修罗神军一定也在觊觎凡天神甲 他让巴不中其他几人要协助一平 无论如何也要拿到凡天神甲 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毁灭 而且这次巴不中如果再有人牺牲的话 惠名大师已经没有力量再复活他们了 同时他也让吉祥天与一平等人同行 因为这次吉祥天也有重要的任务 至于是什么任务 一平等人慢慢就会知道 现在他没有时间详细说了 在众人即将出发时 惠名大师特意嘱咐乔家 一定要小心阿凯 因为阿凯一定会为了得到凡天神甲而阻挠他们 此时在一东宫的师婆也没闲着 他念动真言 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而这股力量所过之处几乎寸草不生 惠名大师则在一众破法的协助下 在天空殿对抗着师婆的这股力量 此时在一平众人这边 他们正乘着魔河婆向空中的薰弥山进发 而阿修罗神军的战舰出现 要阻止他们一行人前往薰弥山 连家阿达和高也提出 让他们来托住阿修罗神军 让一平几人尽快去薰弥山 因为如果再耽误时间 进入薰弥山的入口就会关闭 就这样一平几人在薰弥山入口关闭前 终于进入了山内 而此时阿凯一行人也进入了薰弥山 并与一平等人相遇 阿凯告诉一平等人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那就是阿凯其实也是凡天的巨成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两人才会同时在天空界转生 接下来随同阿凯一起来到的四位十二罗地 与一平等人展开了战斗 他们分别是地地波一罗 日地安底罗 月地山底罗和火地巨匹罗 但比较奇怪的是 他们并不穿上神甲咒进行战斗 而且不断诱导一平等人穿上神甲咒 当一平几人穿上神甲咒后 一平 两马和乔家正要发出他们的绝招时 一直感觉不对的利家想阻拦他们 但已来不及了 这三人打出自己的绝招后 他们身上的神甲咒发出了光芒 然后很快就变成了神护祖的形态 一平质问阿凯做了什么 阿凯则说什么都没做 只是他们不知道这薰弥山的秘密 在这薰弥山中 无法像在天空界那样 从大地补充光流 所以如果急剧消耗光流的话 神甲咒就会暂时沉睡 虽然过一会儿他们还能穿上神甲咒 但他们恐怕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就这样 阿凯只留下弟弟波一罗收拾一平几人 自己带领其他人 继续去找翻天神甲 波一罗很快穿上了神甲咒 要趁一平几人无法穿神甲咒时 将他们击败 此时利家让一平他们先走 自己来对付波一罗 因为现在只有自己还能穿着神甲咒战斗 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波一罗利用体内的黑光流 让他的身体变得庞大无比 在力量上完全压制了利家 而利家为了一击制胜 先将神甲咒脱下 他利用闪转腾罗的尖隙 将三根羽毛钉在波一罗的身上 然后利用这三根羽毛进行施法 让波一罗的身体无法动弹 这时利家再度穿上神甲咒 对波一罗全力使出一招 加罗罗火一震 终于将波一罗彻底打败 而利家也因为战斗中受到的伤 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身体也暂时无法动弹 此时在天空殿这边 连家高野和阿达 正在于进攻天空界的阿修罗军战斗 然而参与进攻的 不只是普通的魔神将士兵 之前被一瓶几人打败的 不动冥王雅加拉达 竟然也被复活并参与了战斗 而且一上来就使用了冥王和身 哎 二叔 看见一死收牙散人中 只复活了不动冥王 另外俩人合着就没管 呃 你看惠明达氏 也没复活他的俩护法 两边都是少复活俩人 就算扯平了呗 你那真是胡了咒了 三爷呢 雅加拉达的实力 明显在连家几人之上 在高野的建议下 连家和高野牵制住雅加拉达 由阿达使出一招 逼迫流沙光 让雅加拉达暂时渲入地下 这时连家 高野和阿达 合力使出一招 巴不中三连晃 这招结结实实地击中了雅加拉达 虽然未能对他造成致命伤 但也将他的神甲兆击裂 雅加拉达见此放下狠话 居然先行撤离了 这段剧情二叔感觉有点不太合理 首先从实力上来讲 当时一兵几人实力得到提升后 与雅加拉达交战也是勉强获胜 连家几人在一兵他们实力提升前 就败在了一兵几人手下 这么看 与雅加拉达的实力相差应该更多 不太可能对雅加拉达造成这种伤害 其次 雅加拉达的表现也莫名其妙 神甲兆被打猎了就闪人了 这不动冥王也忒怂了点吧 比给你 你来写剧本 照你这么说 不动冥王应该一上拉 就把这散人给描了才对 二婶说的也是哈 那样的确没法编了 还是那句话 不能在意细节 编剧总得给连家几人一些戏份吧 剧情来到一瓶几人这边 乔家和两马为了保证一瓶能够取得凡天神甲 决定由他们两人轮流穿上神甲周战斗 不让一瓶参与战斗 而一瓶不想看到更多的队友 因为自己受伤或死去 他趁着其他几人不注意 自己悄悄先走一步 想先一步找到凡天神甲 两马和乔家发现一瓶不见 正要去追时 被十二罗地的日帝安底罗和月帝山底罗拦住去路 爸爸 这两个人是瑜伽教练吗 呃 对 你看他们的身体多柔软呢 在两马和乔家的掩护下 吉祥天和阿民先离开了 那么乔家和两马将面临一场什么样的恶战呢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先讲到这里 我是二叔托马斯 我是二婶Coco 我是Pony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 关注 转发哟 谢谢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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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